现在是早上的八点 我毫无疑问今天的早餐肯定是热干面 出了小区的门就可以 就可以看到热干面的这个店叫长青麦香园 在武汉也算是一个连锁机构 但是我们门口的这一家它做的还非常好吃 明天早上我还准备去吃 不是每一家都好吃 因为好像它是加盟的感觉 味道还是有不一样 刚才第一个画面看到的是 对面那个是华侨城 也就是我们公司所在地 当时买这两套房子的时候 就是想上班和回家的距离非常近 不用开车 走路就可以到 这样也比较健康 可以让我走一点路 是这样考虑的 然后这个叫复兴会议东湖城 因为之前也住过复兴会议的房子 觉得还是不错 本土企业当然在这里八个卦 复兴会议的老板或者他们的一些高层 也都办了这个 据我所知啊 是办了美国绿卡 这个公司是湖北的本土企业 但是我认为这个运营的能力 从小区的这个规模来看 可以看得到它整体肯定是不如 北上广的一些大的这个房地产企业 总的来讲还是不错 但是肯定要改善的部分还是很多 还是比较乡 乡下 乡下的感觉啊 你看跟对面的华侨城 当然房价不同 完全不能比 我们可以看到行人 好多都没有戴口罩 大家已经恢复了正常的生活 早上的武汉 已经就有点炎热 当我走到沿着这条路 往外走的时候 对我的热干面 早餐热干面充满了期待 今天外出跟我20年的朋友 闺蜜一家吃个饭 我们约在了武汉天地的一个 新开的一个咖啡厅 叫百分比 它是一个百分比的符号 之前呢是看到上海有这个店 好像挺网红的 我们今天去感受了一下 咖啡还挺贵 如果是美式是35 拿铁是40 就那么一小杯 也没有喝出来 有什么非常非常不一样 独特的这个味道 完全就是网红打卡 今天整个一天下来 我对因为看到外面 熙熙攘攘的人群 所以我认为 武汉的疫情从表面上来看 是已经解除的一个状态 像很多餐厅吃饭 它也没有让你测体温 我们今天还去按摩 还去做头发 也都没有测体温 就是随随随便便的进 有些人戴口罩 有些人不戴口罩 心理上 心理上 感觉是放松了 但是不知道 有没有危机潜伏 对吧 这是东湖城小区的门口 在这个门口 两边 都有一些 一些门面 也有一些 已经溢出了 比如说 在出去的这个右边 阿拉加 是我经常买菜的一个地方 旁边开了一个叫 叫什么 不卖隔夜肉 前大妈 阿拉加的口吻 是叫不卖隔夜菜 他模仿 模仿他 叫不卖隔夜肉 所以说这个竞争 还是非常激烈的 那在阿拉加 阿拉加之前呢 在马路对面 这个叫森林大药房的地方 有一家专门是 买安徽的 这个种的菜的一个店 店面非常大 那个是我第一选择 因为他们家的这个番茄 是感觉是自己种的这种 非常好吃 从买番茄开始 便就一直充值 后来还是可能店太大了 做不下去了 那看来还是小而美的 会比较好 你看不管是白果园 还是阿拉加 都是小小的门面 但是东西非常丰富 阿拉加旁边这个店 是新开的 云旱压 歇奴 我没有买过 在我离开武汉的时候 这个店是不存在的 然后马路对面 还开了一个水果店 在这个森林大药房旁边 相当于 相当于 整个小区门口 一共有三家 专门的水果店 还不含这个卖菜的这个店 那还有做房产 中介的就 也有好几家 所以 其实在马路不远的地方 有一个是近地的小区 那那边的招商 比这边就要强了多 所以我始终认为 当刚开始准备入住这个小区的时候 我一看身边的人 我认为这个就是屌丝的 屌丝的这个这个住宅 所以我自己本人也是一个屌丝 因为我也住这里 所以肯定是包括我自己 那马路对面的华侨城 和右边的这个金地 就完全不一样 当时买这个华侨城 东湖城的房子的时候 我是准备东湖城和金地 两个小区同时去看 结果那天下着雨 只找到了东湖城 没找到金地 就直接在金地 在东湖城这边 当天第一次看房 第一次就交了定金 所以我这个 是不是属于冲动性的 商家应该都喜欢 我这样的客户 大家看这是热干面 这是多福老 这还是热干面 非常好吃 明天早上我还去吃 顺便逛了一下 这个阿拉加的这个菜 价格还好 两块多三块多 不是很贵 长江二桥是长江上的第二座桥 真的是 第一座桥是长江大桥 它是连接汉阳和武昌汉口三个区的一个连接点 长江上的第一座桥 它其实是在N年前由前苏联来建造的 非常的坚固 不像我们长江二桥 不像我们长江二桥已经修上过 已经修上过小小的修上过很多次 那在长江二桥上面开车 我最喜欢的就是把窗户打开 来感受一下这个江边的微风 还有这个空气 今天我也是把窗户打开了 这就是长江上现在的桥非常多 数都数不过来了 所以在这里也不敢轻易地定义 一共有多少座桥 但是我知道的第一座就是苏联人 做的长江大桥 这就是苏联人 这就是苏联人的桥 中文字幕提供 长江二桥下桥以后 那么最近的一个武汉 算是比较高档的一种 这种叫社区型也好 这种消费场所叫武汉天地 那旁边也有一个很大的广场 叫武汉一方 这应该来说是武汉最高档的一个 社区里面的一种这种商业体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叫 我不知道是不是读阿卡比 这个店最早是在上海看到的 今天我们也来尝了一下 他的咖啡 然后排队的人非常多 我还不知道那个咖啡 为什么很红的原因 最后坐地铁 我们到了武昌 因为我和我的朋友都是住武昌 看看这个下午的三点钟 三点钟 地铁的人的情况 不是很多人 地铁非常空旷 我和闺蜜一起去做头发按摩 最后我各自回到了各自的家 她叫我晚上不要吃饭 我想我和命行的肯定是胖了 不少 今天心情也放松了 我开始怀念在武汉的每一刻 我们下午后 谢谢观看